沒有聊世紀 天梯有個心 大家好 我是Reyo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倫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潛攤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法蘭克倫 法蘭克倫這個文明 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農田科技是免費的 而且他吃果子的速度 是文明裡面最快的一個文明 法蘭克倫也有血量20%的奇兵加成 所以法蘭克倫的192遊俠也是相當著名的 後期的法蘭克倫火炮火槍也有 奇兵也是滿的 只有弓兵線稍微弱了一些 到了帝王世代的戰毛兵也不太能用 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也沒有三級色 用起來會有點難受一點 所以法蘭克倫主要還是打奇兵鬼祖的文明 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大莊園 魔防被大莊園給取代 在12月的改版裡 波蘭裡的大莊園 木材消耗量已經從125木頭 變成100木頭了 而且一樣保留25的房子 木頭的優勢 大莊園下去還是會多5人口 所以波蘭人算是這一波有稍微加強一下下 讓他後期蓋大莊園成本會更低一點 更好濃起來 波蘭人他有大莊園的效果的關係 他只要在旁邊撒農田 就可以立即獲得8%的肉量 波蘭人後期主要是打強弩或是戰錘兵 或是重裝騎士大洛馬 都是非常強悍的 尤其是他的大洛馬是遊戲唯一 洛馬系裡面可以獲得擴散傷害的一個文明 波蘭人的重裝騎士 也可以點下貴族特權 一隻騎士只要30黃金 非常的省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張地圖吧 這張地圖比較特點 就是他在打這個潛灘圖 這個海塔的周圍附近的 魚是比較少的 所以通常會把這個 碼頭蓋在左右兩邊 但是如果你蓋在這個海塔的附近的話 就可以防守對方的 這個戰劍騷了 所以到底要蓋哪裡 其實如果你是要注重經濟的話 還是要靠近這個海塔的左右兩邊 會比較好 因為這個劍塔範圍裡的魚群 是比較少一點點的 好 那這邊是把碼頭蓋在這個裡面 好 這裡也是蓋裡面 好 那碼頭這邊還是要找這個魚點 近一點的 這好像跟一般的比賽潛灘圖 又不太一樣 TNT的潛灘 這個海塔裡的魚群 比較多的感覺 好 那目前看到法蘭克人的配置 是單伐木場 六目 下方的果子還沒有吃 並沒有把這個文明特色先打出來 反而是先吃鹿肉跟豬肉 這也是比較推薦的吃法 先把這個野生動物的肉類吃一吃 肉類或許會更快速一些 而且後面呢 注重伐木 一定要把這個木頭補起來 讓魚船不要斷 波蘭這邊呢 是直接一個高速 伐木 然後 這個三隻村民怎麼跑到後面伐木 然後點下了封建石帶升級 要來打這個 戰劍的感覺 這張地圖比較常看到戰劍的原因 是因為有海塔在的關係 這個海塔會直接射出三發箭矢 非常痛 比一般的六望塔傷害會再更高 然後如果你是出戰劍的話 就可以在這個 箭塔的射程範圍外進行攻擊 甚至可以封鎖敵方的馬頭 所以通常打戰劍的可能性 會比較多一點 但波蘭這邊轉出來的東西 是打火戰船 而不是戰劍 這裡有一隻村民直接倒地 木頭來到了十人伐木 十一個人 兩邊的伐木人口不太一樣 火戰船出來 還是法蘭克人 好像有點 尷尬 這個直接硬扛火戰船的商案去燒船 這操作 有點微妙 這邊稍微拉一下 不要讓自己的漁船死掉就好 直接收到了海塔的下方 洛瑪想要幫忙輸出 但是被燒了一輪 直接殘血 結果還是直接硬燒 他也不管你到底有沒有海塔 燒就對了 很可笑這一燒沒有燒掉 結果法蘭克人這邊是 轉出了火戰船進行反擊 這個直接硬衝流派 有點讓我意外 我看到RP難道剛好都是打戰船的嗎 這裡直接打火戰船硬燒 道德就是道德 想法比較特殊 扛住傷害就對了 能把對方的旅船燒掉就是我賺 被其殺戰船也沒關係 好那法蘭克人這邊也是轉出火戰船了 好法蘭克人點下了城堡時代 開始灑農田 突然這裡補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大莊魚目前只是灑了一片而已 而且還沒有灑滿 點下了一擊農田 好這邊魚燒也被騷擾 但法蘭克人並沒有想像道德一樣直接硬燒 這個就是比較正常的打法 那我是覺得他好像要趕快去硬燒比較好 趁現在道德沒有戰船的時候 把這三艘燒一燒 畢竟 不然這四艘戰船按這麼多 就對方沒有打海 投資過多戰船讓對方爽到 好不然這邊果子燒吃完 好升到了城堡時代 有要挖石頭嗎 有 挖石頭把這個城鎮中心蓋在石頭旁邊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3TC開農 好戰艦直接上前硬燒 燒掉海塔 碼頭直接封鎖 好那海戰確定打贏之後 這裏漁船要趕快補 反正一個人也是到城堡時代 要轉騎士嗎 先派個幾隻騎士出去run一下 其實也不錯的 但他這邊是3TC開農的關係 還沒有下馬就 先打一個3TC開農 然後按一下修道院防守的一個模式 這裏口吃太多戰劍了 他木頭有點缺 而且還要顧及3TC的農田的肉量跟木材 3TC開農 目前破爛是一個大中原 再補了一個在左邊這裡 現在大中原只要100木頭 讓破爛的經濟稍微好一點點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省25木頭 4個大中原就省了100木 其實還是有差的 好大中原繼續灑 司機這裡可能會被燒掉 應該是直接放棄了 直接拉村民往前 想要來控制這邊金礦 好這個金礦是開在外圍處 這是開在比較內陸一點 這個算是有計算過 但還是可以開在裡面 這個是細節 這個有盒的地方 是不能蓋建築物的 但他還是可以蓋在外側 好這邊還是蓋在裡面沒有問題 兩邊都是蓋偏在裡面的位置 好補了一根城堡 在金礦的外側處 我還補一下城鎮中心的肉量 兩邊打一個好農啊 看來兩邊都是準備打帝王大戰 忽然這邊的肉量 已經穩定可以升到帝王了 4個大莊園 5個了 上面還有一個 39片田 升帝王 法蘭克這邊也可以升上去 海戰一部分 並沒有動機 這邊魚船也沒有補 法蘭克想要利用自己的農田優勢 這個免費升級的優勢 趕快撒農田 海味沒有好好利用 稍微可惜的一點 大概補到六艘魚船或八艘 就差不多了 好 波蘭人升到帝王時代 打的東西居然是戰錘兵 波蘭人打遊俠火會比較難打 原因是他沒有擊兵 就有重裝長槍兵 而且也沒有駱駝 打這個重裝騎士 或是打大洛馬 都是很難打得贏對方 遊俠的文明 但是打戰錘兵配槍兵或是強奴 其實就會比較好打一些了 那戰錘兵呢 是可以 游戲裡面 可以慢慢 扣減掉對方裝甲的單位 但是要拿來當主力打遊俠的話 總覺得缺了一些傷害的感覺 但還是要升級瑞 看起來是真的要打戰錘 沒有在開玩笑的那種 火了巨型托斯基 我們要來開拆城堡 下方有跟城堡先拆城堡嗎 還是先拆城鎮中心 對 先拆城堡沒錯 好 法蘭克的地獄世代城堡很便宜 25%的 價格優惠 減少25% 法蘭克這邊遊俠升級還有一分鐘 點下二攻 直衝 後面巨型托斯基 這三台巨型托斯基應該跑掉了 補下了攻城過程師 但是沒有戰錘兵保護的關係 被拆的速度很快 後面兩台巨型托斯基也難討一時 這裡直接損失了一千斤啊 哎呀 道德這邊 防守出現了一點問題 按那麼多巨型托斯基 卻沒有兵保護喔 這個我們前幾天 才在一千三百家的影片裡面 講到這個問題 按這麼多巨型托斯基 但沒有轉兵出來防守 會有點危險 哇 這... 四個城堡是什麼鬼 他哪來這麼多石頭 這是買賣買石頭的嗎 好 但一九二遊俠已經成型了喔 三級攻擊補下 衝的地方是波蘭的家裡 波蘭現在還沒有彈道學 攻兵的射擊傷害也沒提升 好 三槌兵直接硬吃遊俠 三槌兵打遊俠還不錯 防禦直接被扣到零 被敲起來傷害不錯 但是家裡直接BBQ 一堆村民被屠殺 大終於的村民直接被屠爛 怎麼辦呢 右邊城堡來得及蓋起來 下方城堡沒事 這裡石頭被拿回來了 那現在道德一直在瘋狂往左邊的黃金礦攻擊喔 這邊有點像拋金草 不過兩邊各一塊金礦區 只要碰住兩塊金礦區喔 就代表勝利了 在這邊如果能拿下 對於戰果來說是相當有意義的 好 戰錘繼續攻擊 好 下方又有更多遊俠 想要來補掉上面的戰錘兵 戰錘兵被遊俠爆打 血量還是叫得很快 哇哇哇 這什麼東西 蓋了一堆木牆 是要防止對手在這邊補城堡 還是補城鎮中心喔 這個是在防TC槽也比較常看到的方法 防這個TC槽 好 現在有單到血了 一擊射 城堡射程少爺邊緣 可以射得更準了 然後進入城堡外的射程 好 回到左邊戰場 反而可以使用遊俠配上老頭的防守方式 進行反擊喔 那法蘭克人這邊應該是要儘速點下化學喔 然後遊俠繼續出轉一些火槍兵喔 之後他們幫忙射 會比較好打喔 但城鎮鎮鎮要遊俠砍喔 這個黃金箱會非常兇猛 好 但這邊遊俠沒有要停的意思 繼續用遊俠對抗戰錘兵 居然就落入波蘭的陷阱啦 好 斬錘兵雖然來到了驚人的42隻 步兵的優點喔 就是造價便宜 體質不錯 害怕弓兵跟火槍而已 反而客人這邊並沒有轉出火槍 或者是撒了更多農田 突然往右邊開始進攻 突然意識到問題 既然你左邊這麼多兵 那我就往你右邊打 把右邊的黃金拿下來 那自然我就有黃金可以用 想法很OK 但實際上執行好不好執行 就是另外回事了 這根城堡要趕快拿下來 左邊的防守該怎麼辦呢 現在反而客人已經快要斷金了 黃金是一直歸零狀況 只能靠買賣 換了一些黃金 轉出了一些遊俠 這個金礦一定要拿下來喔 這邊城堡掉了 趕快拉一堆村民過去挖黃金 先蓋一根城堡防守 但左邊的巨型投司機家站隨便已經急 直衝家裡 這裡把房子低掉 來修理一下村 修理一下這邊城堡 這邊城堡沒有鑽瓦技術 防護率非常薄弱 甚至連圍牆都沒有升級 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完大了 三巨頭 扛不住 沒石頭 GG 把石頭賣掉 拿去出遊俠 如果左邊城堡掉了 家裡弄田直接爆開 但至少左邊的黃金稍微挖了一些 但後方還有一根城堡 戰錘兵過來想要解巨頭 這邊戰錘守司城鎮中心 遊俠不在家裡 防守戰錘兵 戰錘兵這裡繼續扛住 哇 遊俠啊 好強啊 砍爆了這邊大量的 遊俠 這個 這個戰錘兵真的有點扯 事量太多了 好 法恩克這邊直接打出了GG 沒有想到 左邊完全潰不成軍 這邊遊俠補了一些道右邊 但左邊完全沒兵 這也是道德這邊 忽然巨型投資機一路拆過來 把左邊的防線城堡拆掉之後 法恩克就沒有辦法繼續守住農田 沒有農田就沒有遊俠 畢竟遊俠還是非常吃肉的 那右邊的城堡也是拆了非常久 而且開始慢慢產出戰錘兵出來 只要繼續把這個戰錘兵 往前派拆掉巨型投資機守住的話 就問題不大了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波蘭拿到了 66000資源勝利 15000贏的大概7000 非常狠 看來波蘭還是肉類獲取的第一名 那軍事方面 則是波蘭拿到0.73 法蘭克是1.35 也能大概快要0.5的KD 看起來 戰錘兵現在打起來 還是能扛遊俠的 能數量夠多 而且現在波蘭大莊園 變成100的木頭造架 也是相當省 但他的開農期 壓力再更小一些些 我覺得算是一個不錯的平衡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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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